哈喽 大家好 我是路斯 今天呢主要是 宜南杂正片 宜南杂 宜南杂正片给大家整几个 平时大家都爱问我的一些问题 评论最多人在 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赵巫斯谁帮机去哪了 其实我想说一个事 很多人拿我陈千千的 拍的剧的那个照片 跟长歌行的那个做对比 但其实呢你看算说 两个戏播的时间好像就差了 那么几个月其实我 两个戏拍中间起码差了一年 就有一年的时间去 改变这些东西就像我 咕牙一样最开始跟你们分享 我咕牙已经是两年前了 我到现在才觉得这个牙 咕的差不多了其实它是有一个很 长的时间去做的这么一个改变 那么之前呢我是会觉得我有些剧 里面啊包括剧照啊什么的我自己 会觉得体态什么的比较不太 不太好也不如现在有多好啊 但是我觉得是一个长期去改变的 一个问题我平时都有刻意的去 改变体态这件事情 所以才慢慢的 把这个肩膀给练起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当时 在拍成天线的时候啊裙子 非常非常重下面还有裙衬 它只有两根袋子去勒住肩膀 所以我整个人都是在肩膀使劲 就会把这个鞋放肌给勒起来啊 这个站姿跟坐姿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我现在这样做是不是就这个肩膀 溜尖而且还有斜方肌 到时候我调整自己的坐姿 就变成直脚肩了肩膀也有了 就是一个体态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呢 我发现我以前啊就算背体特别直 看起来人也特别的厚 就是减肥的问题了 体脂下来了然后减个肥大差不差 就会有一些改变了 每个人的改变都是需要时间的 不管是减肥也好 练自己的体态也好 练台词也好 都是需要时间去改变的 你可能看我两个戏播的时间 哎怎么一下子就那个啥了 就我两个戏拍到中间 将近一年的时间 每天都去做这些事情去改变 那没有什么事情是上来一下子 都可以改变的对吧 啊啊啊